大家好,又是我们灵规范探索 探索改善人生,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请大家善心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今天为大家探索的话题是 如何谦虚才能得到真正的福气 人生成功的秘诀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我们时常被要求快速做出决策 并展示自己的自信和实力 然而,这样的压力可能会让我们 忽略了谦虚的重要性 谦虚是一种人性中非常重要的品质 它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相处 更加开放和谨慎地看待自己和他人 当我们拥有谦虚的态度时 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情感 更有自信,也更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福气 而对于一个人来说 成功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工作上 然而,成功并不仅仅意味着拥有金钱 权力获地位 它也包含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成功还意味着拥有更高的价值观 更强的情感连接 更健康的心理状态等等 因此,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探讨如何通过谦虚的态度 发展出更健康,更有价值的人生 我们将分享一些实用的技巧和方法 来帮助您保持谦虚的态度 并在人生中获得成功 做人啊,不要把自己看重 这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话 但是背后却包含了非常深刻的哲理 人类自古以来一直都在追求成功 想要成为更好的人 更有能力的人 然而,当我们对自己过于自信 甚至自大时就容易犯下一些错误 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成就 因此,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谦虚 谦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 它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相处 更加开放和谨慎地看待自己和他人 当我们拥有谦虚的态度时 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情感 更有自信 也更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谦虚并不是说要否定自己的优点和成就 而是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时 我们可以更好地学习、成长 并通过与他人合作来实现更大的目标 当然,谦虚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理念和信念 相反,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价值和贡献 并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因此,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不足之处时 就应该更加珍惜自己的时间和资源 并通过谦虚的态度来实现更大的目标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成为更好的自己吧 不要把自己看高 你才不会把人家看低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却非常重要的道理 这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人类的天性之一就是渴望被接受和赞扬 然而,当我们过分看重自己 自以为是实就很容易忽视别人的价值 甚至不尊重他们 这样的态度会破坏人际关系 对个人和组组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相反,当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有清醒的认识 并不把自己看得太高时 我们就能够更好的看到他人的价值 尊重他们的能力和贡献 这样的态度会促进和谐相处 增进合作关系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实现个人和组织的目标 当我们尊重他人 理解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时 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 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与他人合作 实现更大的成功 因此不要把自己看高 你才不会把人家看低 要保持谦虚的态度 尊重他人 从他人的优点和长处中学习 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并实现个人和组织的目标 不管你在有钱有名 百年之后也只是白骨一堆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和深刻的道理 提醒我们要想清楚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人们常常为了追求名利而不断努力 不断追求成功和成就感 然而 当我们太过沉迷于物质财富和权力地位时 我们可能忽略了更重要的价值 例如健康 幸福 家庭和社区关系等 此外 当我们死去之后 我们的财富 名声和成就也会随之消逝 即使你是一个名人 富豪或政治家 在百年之后 你也只是白骨一堆 无论你当年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 因此 我们需要思考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也可能包括追求个人成长 培养良好的家庭和社区关系 为社会做出贡献 关注环境和永续发展等 这些价值将使我们在生活中感到更有意义和满足感 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 我们也应该记住谦虚和感恩 我们应该尊重他人 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学习如何协作和帮助他人 因为这些关系和行为是让人生有意义的关键 最后让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百年之后也只是白骨一堆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样过好每一天 为自己和他人创造真正的价值 最后请记住 人要谦虚才是福气 谦虚是一种美德 它能够帮助我们与他人建立更好的关系 让我们更加谨慎和谦虚的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首先谦虚能够让我们更加艰难自己的不足之处 当我们不再自以为是或固执极见时 我们更容易从他人那里学习和成长 并且更容易发现自己的缺点和弱点 从而改进自己 此外 谦虚也能够帮助我们与他人建立更好的关系 当我们谦虚地面对他人时 我们更能够尊重和理解他们的观点和感受 进而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 这样的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个人成长 还能够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成功 同时谦虚也是一种美德 能够为我们带来真正的福气 当我们谦虚地面对成功和成就时 我们更容易保持冷静和谦虚 并且能够避免过度自信或骄傲 这样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保持稳定和成熟 并且能够持续地追求更大的成就 总之 谦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美德 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建立关系 更好地接纳自己的不足之处 并且能够带来真正的福气和成功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谦虚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为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多的幸福和成功 我相信通过今天的探讨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谦虚的价值 并且能够将它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事业中 在当今的社会中 许多人都希望成为成功的人 并且追求名利和财富 然而 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成功人士讲述他们的故事 告诉我们成功的背后需要的是多少努力 坚持和谦虚 谦虚并不是表现出自卑或懦弱 而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真诚和尊重 谦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接纳自己的不足之处 并且不断努力进步和成长 同时 谦虚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 建立更好的关系 并且学习从他人身上汲取智慧和经验 当我们谦虚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机遇时 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机会 克服困难并且取得成功 因此 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谦虚的态度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最后 我想再一次强调 谦虚正正就是人生成功的秘诀 让我们用谦虚的态度面对生活的一切 并且为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多的幸福和成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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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